每一次的作品都清楚地展現空間獨特的性格 賦予空間 生命力與表情 瑜伽宏設計師才華洋溢 最近還獲得室內設計協會所頒發的TID大獎 13年完整經歷 擅長都會時尚 現代極簡等風格 以往我們看到Alan的設計風格是比較現代 然後比較簡約的一個風格 但是今天這個空間它是非常濃的美式鄉村風 對 在風格跟以往我做的風格 有比較大的差異性 那我覺得它很有它的特色 也更能夠跟家人跟一些親朋好友很親近 屋主他們家是位在台北的巴林 你知道這個地方擁有無敵的海景 非常棒的景觀 我想當初設計的時候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對 因為這坪數大概只有46坪 我們怎麼樣讓它把這個房間功能 發揮到最大 海景的功能也可以得到最大的滿足 怎麼樣做到這個泡湯區 泡澡的時候海景就在眼前 很像這種去這種休閒旅館 很放鬆的這種感覺 OK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 是這個空間46坪 三房兩廳之外 它有一個很棒的空間 是全家人都愛的 我們結合一個很多功能空間 一個是勤房加上書房 加上一個好像發呆庭的這種 海景的卧榻就很棒 我想今天就從玄關先看一下 我們Alan非常原汁原味的 美式風格設計囉 OK啊 我們來過來看一下 今天首先我們先看到 玄關這個區塊 當初玄關這個區塊 與設計師在隔它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一舉兩得的功用 對 沒有錯 我希望玄關的後面 因為它是一個佛堂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我們做一個 自然的一個牆面 一個是可以當作玄關用 一個是可以當作一個 佛堂的一個背牆 OK 佛堂其實一定背要有靠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石牆來做這個區塊 對 沒有錯 玄關的氛圍其實營造的 就是非常美式的風格 我們來看一下設計師 用什麼樣的元素 來打造這個美式的鄉村風 OK 我們的元素上 我分成兩個部分來談 一個就是說我用顏色 來去做一些區分 因為我希望這種美式鄉村風 它有一點顏色的這種豐富的變化 所以我們顏色是 牆壁顏色是用一種秋香綠 它看起來就很舒服 而且很有這種跟自然親近的感覺 所以公共空間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秋香綠的顏色 是蔓延在公共空間裡面 沒錯 是 OK 我其他的一些像櫃子 或者是說一些像收編的線板 甚至踢腳板還有天花板 我用白色來讓這個秋香綠的感覺 更跳得出來 而且更有一種層次感 所以我想現在觀眾朋友 我覺得我們就跟著余設計師 在這個地板 地磚的部分的腳步 一路就可以延伸到公共空間去看看囉 謙瑞有沒有發現 我在這個美式鄉村風裡面 用的地磚是屬於這種比較 復古面 比較休閒的粗礦的質感 比較符合這種田園風 鄉村風 這種很舒服的感覺 其實你的地板 有讓這個空間的這個氛圍 營造就是加分很多 因為這個地板腳 就不要穿拖鞋 你腳踏上去就是舒服的感覺 沒有錯 是 這也是我還滿喜歡就是 有這種很原始 很粗礦 很自然的感覺 跟我們外面的景觀 其實可以融合的 余設計師 餐廳的位置一開始 你就是定位在這個地方嗎 還是有動格局之類的 餐廳原來建設的公司 就是觸化在這個區域 其實這個區域 我覺得當餐廳區域還滿不錯 是在廚房的旁邊 可是它當初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上面有一根橫樑 正中央 對 正中央 其實是一個滿大的一個 視覺上的一個缺點 可是我們利用一些 比如說對稱式的一個 凹凍的造型 跟裡面況一些美式線版的這種變化 剛好我們的這個水晶吊燈 吊到橫樑的正中間 反而是形成一種 對稱式的感覺 我覺得這樣的感覺就還滿棒 而且很渾然間沉 而且很棒的是這兩邊 還可以藏兩台那個 吊飲式冷氣的主機 就是所有的缺點 在你手裡就變成是優點 這根樑反而變成是 我覺得是餐廳的正中心了 對 沒有錯 沒有錯 那當然你剛剛有說過了 我們的餐廳 其實在廚房的旁邊 還是必須要兼顧一下 中國人喜歡快炒油煙比較大 這樣的問題 沒有錯 因為我們要做開放式廚房 其實空間感很棒 可是又要隔絕油煙 我在這邊做了一個 四片拉門的這種規劃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拉門 這樣子可以拉過來 其實它是有一個 這種美式的一種框的感覺 它也是白色 有一個細的線板來收編 它也有玻璃的穿透性 所以視覺效果不會受到影響 而且大家可以發現 這個門片的話 我們整個這樣拉過來的時候 它其實很好推 因為我發現設計師 他是幫他做 上下都有軌道 來固定這個門片 也比較不會晃 這間廚房其實是一間 滿賞心悅目的廚房 因為我覺得不管從客廳或餐廳 任何一個角落看過來 這個廚房都很融入這個空間 並沒有說被隔離或獨立出來 是 一個是我們的配色上 我就是希望讓它 盡量是一個很協調 跟外面是很融合的這種感覺 再來我們用的也是這種 鄉村風格 所以跟外面的感覺 自然就是形成同一個風格 這個木皮的顏色調得真好 跟你外面那個淡淡的秋香綠 簡直是一氣呵成 是 這是一個橡木 它有染一點顏色 而且我們的這一塊橡木 可以看得到木紋的 這種紋理的變化 很有休閒跟自然的感覺 我覺得余設計師很細心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關於這個牆面貼磚的方式 我就覺得你把它當成是那種 精品級的包包在做 對 有點工藝品的這種做法 怎麼說呢 一個是我們是用這種菱形貼 菱形貼就是我們不要很規則 這種正方形的這樣的貼法 我們故意讓它斜 45度角來貼 可以增加它這個廚房的這種 鄉村風跟活潑性 再來的話 千宜你有沒有發覺 這個我們這個轉角 轉角的地方其實 雖然我們接得漂亮的話 是要剛好縫對得到縫 那這樣的貼法 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的一些工的細膩度 這就是我說 你把它當那種 精品級的包包在做 有那種格林紋的包包 它在轉角的時候 每個那個尖角 都還是要對花要對到的 是…沒有錯 我問一下 這個地磚跟客廳跟公共區域 就稍微有所區隔對不對 對 這個地磚 我也慣用像這個餐廳 廚房的這個菱形貼 我一樣把菱形貼用在地板上 那這個菱形貼 我故意讓它 跳不一樣的這種顏色 所以可以看到到說 這裡面區域跟外面的質感 是一樣 可是變化度又更豐富了 而且很統一的是 在廚房這個空間 不管是壁面或者是地面 都是用菱形貼 來區隔這個空間 對 沒有錯 好啦 接下來再 我想問你什麼問題嗎 請… 冰箱在哪裡 冰箱 這個也是很多人進來 會想說 一個廚房那麼大 為什麼沒有冰箱 對啊 那我們冰箱是很巧妙的 隱藏在我們的一個門板中 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喔 這個門板裡面 其實是一個冰箱的空間 下面也是嗎 下面也是 對 因為其實有時候 開放式廚房冰箱看到 有時候會有一點突兀 或者是說 裡面有一點不協調的感覺 我們有時候可以讓它 隱藏在這個門片裡面 它是一種砍門板的冰箱 所以門片一拉開 冰箱的門也跟著開 是很方便 而且很有整體感 真的 如果你在一個香春風的空間當中 就放了一個現代感的冰箱 其實那個整個視覺效果 就會有點打折扣了 可以說 是 我覺得旺也很喜歡 這個美式的空間 它好自在喔 對 其實我覺得 在這邊有一個寵物 很有這種 整個很休閒放鬆的感覺 OK 很棒喔 余設計師 當初在設計這個空間 特別客廳的時候 我相信你應該最大的考量 是我身後這片無敵的海景 對 這是我們 比如說當初來看屋況 第一個很有強烈的印象 在這個地方竟然有 這麼漂亮的一個景觀 我覺得 不要想辦法把它的價值 發揮到最大 所以它應該變成是我客廳裡面 最自然流動的一幅畫了 沒有錯 是 好 我喜歡這個空間當中 美式精神的主軸 就是我的電視主牆 這看來就覺得很棒了 這個是我很喜歡的一個 壁爐的造型 因為它這邊有放一個 電視的考量 所以說我壁爐 刻意做得稍微大一點 其實美式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它必須擺很多家裡的一些照片 或是你出國回來 收集的一些小東西 你這個檯面 做得有比一般人再大一些 有 因為其實我這上面 主要就是一個展示空間 所以希望說 他們有時候有一些紀念品 或者有一些出國的一些 一個買的一些裝飾品 有一個檯面可以很自然的來放 這個電視主牆 還有收納的功能 放在最下面的部分 對 沒有錯 我們有些像視聽設備 DVD 都可以往下面的這個機櫃來收納 OK 我相信這個房子這麼棒的景觀 應該屋主在很多生活上的需求 都希望可以看得到它 對 因為這個房子的景觀很棒 我們希望說景觀真的可以得到 最大的一個這個串聯 跟最大的享受 對 所以說其實原來 後面這間是一個主臥房 它主臥房的位於 本來也是在這個房子的中間 就在沙發背牆的後面 一個是我覺得它的浴室 泡澡空間看不到景觀 我覺得有海景的這種房子 怎麼可以泡澡沒有看到景觀 太浪費了 對 太浪費了 所以我們把格局有做一些變動 我把這個後面的空間 我們有這個對稱式的拉門 推開之後 我把這個後面的空間 一個是它很開放了 我做一個這種勤房 後面有一個這種小朋友的 上網跟念書區 後面有一個觀海景的一個臥榻 可以當成搭呆庭 所以這個空間 現在變得非常的有趣 對 而且我覺得很棒 你讓這個沙發背牆 是 左右兩邊的這個部分 可以對稱之外 這一片門邊還可以做移動 對 沒錯 空間變得可 可以變大 可以變小 有伸縮自如的感覺了 先知道這個美式鄉村風格 Ellen 我覺得線板是一個重點 然後壁爐是一個重點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這個空間 才真的是美式精神當中 最重要的一個空間了 沒有錯 這是我們一個 比較觀海景的一個臥榻區 是我最喜歡的一個空間 因為它離我們的 自然景觀海洋最近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前面的變化 我們前方有一個書房區 有時候小朋友在這邊看書或上網 不用在房間 有時候家長會擔心 這邊我巧妙性的做一個拉門 這個拉門的話 有的時候有人在這邊看書 有人在這個裡面 窩塌區在這邊休閒的時候 我們拉門關起來 可以互相不會受到干擾 它也可以變成是一個完全獨立 然後完全私密的一個 窩塌區小空間 對 很有錯 真的嗎 你常常看一些美國的片子 就會有一個這樣子的空間 就會一個女主人很悠哉的 拿一杯茶 然後在這邊翻雜誌 然後曬太陽 對 這個空間是我們很巧妙的 把它規劃進來 以這邊來講 旁邊就是淡水河的海景 這邊真的是天衣無縫的無敵海景 旁邊有一個可以喝下午茶的 這種下午茶桌面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臥榻 有時候在上面可以或坐或臥 三五好友在這邊 真的有一個很棒很棒的感覺 很好 待會兒我看一下這個空間 我終於知道你的巧妙了 洗澡的時候 竟然也可以看到海景 是用這個方式來設計 這個想法等於是 一個空間兩個用途 應該換個角度講 應該是兩個空間一個用途 一個用途就是說 我們都可以欣賞到這個海景 這個海景真的是天衣無縫 怎麼樣可以讓這種休閒空間 看得到海之外 泡澡又可以看得到海 我們那個時候也花了很多精神 在思考這個問題 很棒一個景 兩個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而且還可以多出像這樣的一個 我覺得是秘密花園的空間 應該是 秘密花園 女主人最喜歡待在的這個空間 對 沒有錯 哇 楊倫看到這個房間 我滿驚訝的耶 因為我之前看到你的空間的風格 都比較可能現代或比較簡約 或是有一點點殘風的味道 現在這個女生的房間好夢幻喔 對 這是一個很夢幻的女孩房 這個顏色上面的話 我希望說 我們一樣是白色提交板 白色天花板 可是我們的牆面 我希望外面跟裡面 有截然不同的顏色 那外面是跳這種秋香綠 裡面就跳這種粉紅色的感覺 就很夢幻 我們可以看這個衣櫃門 我們用這種很白色系這種 一樣延續香春風白色線版的感覺 可是你可以注意到 我這邊砍了一個很特別的花磚 它有不同的造型 有不同的圖案 一些小女生都很喜歡 那除了這個變化之外 可以看到我們的這種把手 我們是選這種 鄉村風有一點點這種 很自然面的這種鐵劍處理的把手 一個是它有這種休閒的 鄉村風的質感 那也是一個門的把手 這個配色滿有質感的喔 對 比較少人會這樣子配色對不對 是 這是一個很自然面的配色 那我一般我還滿喜歡 很自然的這種呈現 像這樣的砂岩磚 其實在南海房也有用到對不對 對 我們在南海房 是坐在它的主臥房的床頭上 對 也很特別 OK 不管南海房或女海房 我發現它都有一個非常棒的彩光 跟非常好的這個景色 對 沒有錯 我們的書桌都希望是在彩光很好 而且景觀是最棒的區域 哇 又是不一樣顏色的氛圍耶 對 我們的這個牆壁的顏色 跟外面的感覺又完全不一樣 它是一個淡淡的好像奶茶 有點想喝下午茶的這種氛圍 很溫暖的一個空間 對 是 我們這邊的一個特色跟變化 主要在於這個主臥房的床頭 一個看我們用白色這種古典的方法 做一個高低的層次感 對 裡面有一些收納的岸櫃 主要也是要讓它有一些展示的檯面 我不得不稱讚Alan的這個 畢子選的味道真好 對 一個是 它也符合我們的牆壁的這種 淡淡藤色的這種質感 而且我們吃一個很自然的 古典鄉村的感覺 就還滿棒的 我們家具選擇也很重要 我們有選一些很鄉村風的家具 包括鄉村風的一些精緻的檯燈 這整個味道就還滿 就跳得出來 我們的窗簾的做法 跟一般傳統是不太一樣 傳統就是用窗簾盒加軌道 我們這種做法是一個 鐵建的窗簾橫桿 上面有一個很漂亮的這種 鄉村風的一個柱頭的感覺 我們的窗簾布上面有一個 大的這種環扣 這樣的感覺就是很自然 房間裡面 我們是用比較小塊的這種復古磚 也是用零形貼 因為我覺得用零形貼的話 這個裡面的格局 就比較有一點無拘無束 又受到限制的感覺 然後像公共空間 也就是比較四四方方 就是正規中規中矩的位置推貼 是 沒有錯 換一個方向 其實地板的表情就會差很多 對啊 余設計師 首先要先恭喜你得到 我們這個台灣室內設計協會的 TID大獎 謝謝… OK 對 真的很有榮幸可以得到 其實做設計壓力還滿大 因為每個屋主都有很大的期待 我們也希望真的幫屋主發揮到極致 有時候自己給自己一些壓力 真的就還滿大的 可是我覺得你對你自己的壓力 的結果是你的每個空間 每一個案子 其實都很有它自己的特色跟味道 當然想要問你 你看到一個房子的時候 你怎麼去抓那個重點 一個是我會先觀察房子的優點 在什麼地方 比如說是景觀好 還是它的格局好 還是它的空間的採光好 我們知道優點之後 把它盡量發揮到最大 其實這個房子就會很有 它的一個特色跟價值 OK 我覺得不管是Alan的 可能像現代感的風格 或是像這樣子的美式風格 是 我覺得你都可以打造得很到位 而且你最擅長營造的 就是那種居家的溫馨感了 對 我想不管你喜歡 什麼樣的居家風格 Alan應該都可以幫你打造出 你想要的夢想家園喔 是 OK 也非常謝謝Alan囉 今天 謝謝芊芸